台庫接連重疊週四又大跌537點 國安基金召開零時會 正式宣布將進場庫盤 也讓市場信心為之一真 那麼我們考量到國內近期 近期國際股市的動盪 還有這個武漢肺炎疫情的扣散 那麼間接的影響到投資的信心 是我們授權執行秘書 這個動用資金執行市場安定的任務 台庫部長蘇建榮指出 歐美疫情出現巨大變化 動用國安基金的決定 一方面希望穩定国內投資市場 提振信心 這位進場時期 他形容是來無影去無蹤 是實際情況而定 不必等到這個恐慌性脈要發生 我們再來授權進場 那這樣可能就來不及了 所以基本上這個是一個 就取得授權以後 我們就可以有比較有彈性的 來維持這個所謂的金融市場的穩定 國安基金曾六度進場 最高投入金額一千兩百多億新台幣 這次授權五千億金額 沒有設定期限 加上先前持股都已經賣出 資金相對充足 新台電視黃亮簡 台灣台北報導